银色轿车行驶在机车道 确实完全没有避开路数 直直往前冲 果然下秒猛力撞上 车子瞬间翻起 四轮朝天乘乌龟翻姿势 横躺道路 先歇波及一旁车辆 附近民众发现赶紧上前帮忙 自撞意外就发生在 宜兰三星的三星路三段 宜兰监狱附近 16日下午1点多 一名60多岁的陈姓男子 开车载着妻子 疑似谎神自撞路数 随机车底朝天横躺路中 夫妻俩都受伤送医 军武生命危险 驾驶武酒精反应 新北这起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警方赶紧将撞伤的机车扶起 地上全四散物品 还有一条长长血机 骑士的安全帽 鞋子也全在现场 警方赶紧到场 勘查组拍照彩阵 看起来是发生一起惊悚车祸 还原事发当下 那什么东西 车祸车祸 人人人人 他喝醉酒吧 地上就活生生躺着人 真的吓坏车上目击者 原来这名四十一岁的异性骑士 家住淡水 要去台北找朋友回家的路上 不明原因擦撞分隔岛自摔 由于撞击力道相当大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往医院急救后 还是不幸宣告死亡 最了解异性男子是一名模板工 与父母住在一起 妈妈做完笔录离开 就等下午相宴 要厘清车祸的真正原因 记者林医生李廷熙 宜兰新北采访报道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